美鳳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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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井蓋 平時和街道 好像是融為一體 走過都未必會多看兩眼 但它下面有些甚麼 又有多少人了解 長春社文化古跡資源中心 近日就舉辦了井蓋展 解構這些通往地下世界的入口 這張是1910年代的堅島 其實看完照片就看到 其實早期看到路邊這些 其實就是石的名渠 其實就是排污那些系統 其實早期的時候 就是在籠面 而且它是雨污合流 意思就是那些污髒的東西 其實它是依靠雨水去沖走 二十世紀初雪疫爆發 令到當時的政府正視衛生問題 將渠道收落地下 才會有井蓋的出現 雖然後來的井蓋 絕大部分都是本地製造 但是六十年代的時候 都有不少是由外地進口 英國、印度、澳洲 甚至是當時還未對外開放的中國 這個刻著武漢鑄造廠名的井蓋 相信就是中國製造 還有我們找到的 當年香港的鑄造廠的名單 都沒有一間 是叫做武漢鑄造廠 但是因為當年這些 這些行列紀錄 其實不算是非常齊全和準確 所以我們都不可以一刻咬定 就一定是 但是就是我們找到的資料推斷 應該是 井蓋上面有不少好像密碼的資訊 通常都是有所屬政府部門 和鑄造廠的名稱 合約編號、負重量 開始使用的年份 以及這些花紋 那些工程朋友的口感 就是原清 當作原型花紋的 就是清水 就是表送它 當人家仔花紋的 就是合作的 他又提到 這一款 經常被網民批評不理觀的 去水用井蓋梳 梁耀誠說更改設計背後 是減少卡鑽輪椅 高跟鞋鞋爭 滴智能電話等等的實際考慮 在務實的前提之下 理不理觀反而只是其次 到網記者李永樂報導